應該算一下喔 應該這都兩個啦 確定欸 確定 他就只有兩個嗎 最多兩個 我不會以示太多 我顧不來 我有點忙 你說上次那個 跟上上次那個 算0.1跟0.2 我上次只有一個 喔 確定喔 男生這種 你喜歡搞曖昧嗎 我想要 但我現在沒有 那你們一次就是 最多曖昧的話 是大概幾個人 應該這都兩個啦 確定 確定 他就只有兩個嗎 最多兩個 我不會以示太多 我顧不來 我有點忙 你說上次那個 跟上上次那個 算0.1跟0.2 我上次只有一個 喔 確定喔 我覺得應該上場以前 算 就算曖昧吧 上場好像已經 有點超出 我覺得對曖昧的定義 接吻還是可以 算OK啦 他喜歡我 他不喜歡我 不用糾結了 今天我們直接 為各位訪問路人 他這樣就是 百分之百喜歡你啦 歡迎收看 XP路透社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思瑜 今天我們來到 捷運雙聯站 要來問問看大家 對於曖昧的看法 茶屁股透社 Let's go 想問一下 你們 喜歡搞曖昧嗎 我還蠻愛的 但時間不能拖太長 就是要抓在剛好的時間內 大概多久算剛好 兩個月內 超過兩個月 這個原因就不行了 超過兩個月 我就不會想跟他在一起 就會只想跟他搞曖昧 你呢 不喜歡超討厭 如果不想跟人家搞曖昧 然後結果他喜歡我 但我不喜歡他 我自己會很自責 所以我就 如果真的很確定是這個人 然後我就會很快進入一段關係 想問一下 你喜歡搞曖昧嗎 我想要 但我現在沒有 不喜歡 超級到一樣 為什麼 沒必要 你喜歡直接跳過曖昧 然後教嗎 也沒有吧 不需要很長時間 就你確定的話就可以 不喜歡 欲情顧重的那種不確定感 我不再喜歡 我比較老派一點 應該說要很看人 不是說隨便都可以這樣 你呢 還好 他有男朋友 所以他現在不能夠回答這個敏感問題 我覺得好像有點在玩弄別人 就是你要怎麼樣就講清楚 滿喜歡的 為什麼 有時候曖昧完之後 交往就不會有那種 害羞的感覺 對 就曖昧就先熟悉彼此 對 你一次搞曖昧上都多少個人 一個 我是專情boy 可是你有跳街舞耶 我們是男校所以沒什麼女生 我是一次一個 另外也是一次一個 欸 我要想一下喔 其實我好像每個都接受 就是跟他玩玩的 雲地抓緊抓緊 一個 我沒有特別遇到很多個這樣 沒有 完全沒有 為什麼 我是母胎單身 你是母胎單身 我是啊 但我覺得沒有什麼不好 就是我也沒有很急著說 哇好想交女朋友這樣 兩點 就是自己一個人也 我也蠻開心的這樣 應該算一下 應該這都兩個啦 確定耶 確定 他就只有兩個嗎 最多兩個 我不會以示太多 我顧不來 我有點忙 你說上次那個 跟上上次那個 算0.1跟0.2 沒有 我上次只有一個 喔 確定嗎 感情這種事隨便玩玩就好啦 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 幹嘛那麼認真 你想問一下 就是你們的暈船對下啊 對你們做過 你們覺得最暈的舉動是什麼 我是看條件暈的 帥就暈 不是我條件很多 譬如說 譬如說講一下 就是 我是吸眼的 然後喜歡吸眼的男生 所以就是 他只要 他寫的歌很屌的話 我覺得很容易運他這樣 比較主動的 親密接觸吧 親密接觸是哪一種親密接觸 就可能 牽手或 包包或什麼的 我跟你講 我去他家睡 然後 你不是說曖昧不可以睡覺嗎 是壞壞 我沒有幹嘛 就是他有手過來 但是沒有抱在一起 就是願意把自己 內心最脆弱的事情 願意跟我分享 譬如說 比如說可能前任對他做過很不好的事情 或是他自己內心可能本身最自卑的地方 還願意跟我講 我覺得這比較會讓我運船 他說我的眼睛真的好醜 這個還好吧 不會吧 應該都蠻漂亮的 對 他很脆弱 他覺得說很自卑 對他的眼睛很自卑 這樣算了 還好就可能比較 要往內心深出一點 可能比較貼心的吧 可能吃飯的時候就是可能拿一下餐具 因為我是就是注重乾淨整潔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如果在拿餐具的時候 下面可能墊一兩張衛生紙 我覺得會比較重我這樣 沒有 因為我感情經驗太少了 我只有一任男朋友而已 而且剛失戀 你剛剛失戀了 那現在聊會哭嗎 會 會哭 為什麼失戀 三觀不合 男生年紀太小 不成熟 差幾歲的人 六歲 六歲 但是真的蠻笑的 是還跟你提分手的嗎 就是我們之前提了蠻多次 可是就是 在一起時間也不長 大概多久 兩到三個禮拜 那哭屁啊 來 下面一位 開始初戀吧 因為他很暈啊 對啊 超暈的 那他做什麼就讓你覺得很暈 因為我就是都沒有經驗 所以可能光是牽手 我都覺得很緊張 你對這個行為有什麼樣的想看法 我不懂 因為我是就是牽我 我也還好 不太會暈的 那又怎樣你才會暈 聽我的話 因為我是一個主控欲比較強的人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今天比如說我想去拿 然後你就答應我的要求 或是我今天不想去拿捏 很尊重我 我就覺得OK 這可以 那如果說 譬如說你說手 然後他就給你手 這樣算聽話 聽話 會暈啊 最好暈啊 超暈的 就是 好 可以 最好還望一聲 有 那時候他騎車載我回家 然後 安全帽拿掉 然後 結果幫我剝頭髮 然後摸摸頭那樣 這樣摸頭嗎 對對對 然後就是說趕快回家 省吃少女漫畫情節 對 所以你覺得曖昧可以到幾類 一二雷吧 看我跟那個女生的相處模式 有的人就比較大膽 有的人比較害羞 那你身邊的人都比較大膽比較害羞 比較大膽 就是他們會拳雷打 我是沒有體驗過啦 我想要 那你們覺得就是一般來講 曖昧的話可以到 牽手抱抱還是到上床 不行 都不行 那你只可以純聊天 對啊 看 當下的情況吧 就是沒有說 特別說一定只能到哪裡 所以 可以到上床 應該是可以啊 對啊 我覺得最多到抱抱了 為什麼是抱抱 抱抱像是 正常朋友也會抱抱 但是 朋友不會接吻吧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上床以前 算 就算曖昧吧 上床好像已經 有點超出 我覺得對曖昧定義這樣 接吻還是可以 算OK啦 曖昧我到 牽手都不行耶 就可能如果車子要 開口也要撞到我了 然後把我拉進來這種 我都OK 可是如果就是牽手的話 就不行了 我如果想跟他在一起的話 可以到接吻 但如果我沒有想跟他在一起 可能最多到抱抱 為什麼是這個標準 因為接吻就會有一點 好像要走往下一步 或是要繼續負責 但如果我們接吻卻沒有下一步的話 我自己內心也會覺得說 那我們現在是要繼續嗎 還是就停在這 所以就覺得接吻的話就是 好 那我有可能會想要跟你在一起了 你覺得要怎麼分辨 就是這個人他是 喜歡你還是他只是想跟你玩玩 我覺得如果他很想要見到我的話 就是 滿認真想要交往那種類型 對 那如果還好就 如果還好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感覺我可有可無這樣 你覺得想見到你的話 譬如說有哪些舉動是想見到你 可能一直找我聊天 或是打電話叫我出去玩啊這樣 可能就是要多出門 觀察一些 看他有沒有一直滑手機傳訊息 之類的 不然就是 認識他的周遭的人 就可以知道 他是不是 單純喜歡搞曖昧 我現在好像沒有一個 特定的標準可以判斷 但是 太單身無法回答 沒錯 沒錯 我覺得早安晚安很模糊 因為朋友也會早安晚安 他也可能只是 喔今天不知道跟誰說晚安 然後就喔晚安 這樣子 中央空調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應該會常常主動找你聊事情 然後想辦法約你出去 或什麼的 如果只是想搞曖昧的話 可能也會有 我覺得是看 他在跟你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認真這樣 就是有沒有想要讓你知道 我是你的男朋友 比如說放在IG嗎 或是跟他的朋友們介紹 他如果讓他的朋友們都知道了 有女朋友的存在 那代表他如果真的要分手的話 大家也都會知道 那你認識那個 兩個禮拜 兩三個禮拜的男朋友的朋友 他有帶你去認識他的朋友啊 有啊 所以我才覺得他不是在玩 好 瞭解 就 對 妳呢 我覺得是有沒有給承諾吧 就是有沒有最後問出那一句 你有要跟我在一起嗎 就是還沒有問出那一句之前 我都會覺得只是 試試水溫 這樣子 謝謝妳們 對 謝謝 今天的街坊就到這裡結束囉 你有過曖昧的經驗嗎 你喜歡搞曖昧嗎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跟我們討論喔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 訂閱 跟開啟小鈴鐺 我是思雨 我們下一集 XP落色 再見囉 掰掰 那你最喜歡哪一個饒舌歌 我最喜歡Odi Odi不是R&B的嗎 其他R&B都有 他現在做很多風格 如果硬要講饒舌歌手的話 是不是收我 跟Multiverse 嗯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